缅甸北部一直以来都是亚洲地区军事局势的一个风险点 近期的武装冲突使得该地区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么缅北战事对中方有何影响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闻史 欢迎订阅观看 中方作为缅甸的重要邻国 对于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据外交部消息 缅北战事不仅造成了中方人员伤亡 也对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造成了威胁 这一消息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表明了中国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视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缅北战事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缅北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类冲突 涉及到政治 经济 民族等多个层面问题 缅北地区有丰富的资源 控制该地区的武装势力往往能够获得经济利益 此外 民族和宗教因素也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 低缘政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该地区的军事局势 从这些方面来看 缅北战事的解决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缅北战事的持续存在带来了多个方面的担忧 首先 战事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给周边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 其次大规模冲突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导致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更为严重的是 冲突可能波及到国际安全领域 给全球和平和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因此 国际社会应加大对缅北地区的关注 积极推动和平解决该地区冲突 在处理缅北战事时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追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首先 各冲突方应理性对话 寻找共同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其次 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媒体监督和外交斡旋 促进各方相互间的沟通与对话 同时 应加大对缅北地区的援助力度 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 从根本上减少冲突的发生 最重要的是 各方应以和平为出发点 消除彼此间的敌视与误解 共同构建和谐 稳定的地区秩序 据缅甸媒体报道 国感同盟军已经占据了老街城区 仅仅剩余南天门和米线沟 还有部分武装力量 在做最后的抵抗 而彭德人部的各项善后事宜 也正在展开 倾脚参与势力 安抚民众 抓捕被中方通缉人员 但是 白索成等此前被中方通缉人员不知所踪 据称 有两种可能 第一 白索成等十人被缅军方控制 可能适时遣送给中方 目前被当作人质 第二 仍在某区域里做最后的挣扎 等到国感同盟军围剿成功 遣送入关 针对老街冲突持续 12月28日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通告 再一次提醒老街地区的中国公民 尽快撤离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可与驻缅使馆联系 据缅甸中文网消息 国感同盟军 已经占据老街约90%以上的地盘 缅军增援的五十五师 也有投降的情况 而为了守住南天门 米线沟等地盘 缅军的空袭仍在继续 不过 按照现在的情况 国感同盟军 掌握整个国感地区已经没有悬念 12月26日 他们就已经突破了被称为缅北马奇诺防线的大水塘 随着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并且包含火箭筒等单人放空武器之后 缅军的空袭逐渐减少 外媒也报道了 三兄弟联盟与米昂来又在中方的撮合下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可能就老街战局结束后 地盘划分进行谈判 但是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三兄弟联盟表示将继续扩大战果 值得说明的是 此前支持昂山素季的明帝五 也在缅甸掀起了大小不一的战火 但是从长远来说 能不能与米昂来达成一致 实际上决定彭德人能不能最终实现光复的目标 据称双方谈判失败后 米昂来已经对老街进行无差别空袭 果敢同盟军 只能有限还击 大部分都只能躲避 大量公共住房建筑被毁 即便米昂来失去对老街的控制权 彭德人也沾不到任何便宜 不过 战局瞬息万变 蓝煤合作领导人会上 中国与柬埔寨 老挝 缅甸 泰国 越南达成一致 深入推进平安蓝煤行动 强力打击网堵电炸等犯罪行为 妙瓦底 大齐力等臭名昭著的电炸园区 也已经在多方的努力下被围困 预计很快就有重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在12月29日再次发布悬赏通缉令 对缅北地区涉毒逃犯进行通缉 这意味着 中方不仅要重点打击涉及电炸的犯罪 对于涉毒案件也绝不手软 必须将严重危害边界安全的犯罪行为 全部肃清 自10月27日发起1027行动以来 三兄弟联盟袭击并占领了约300个军政府前哨基地 基地和战术指挥部以及周围9个城镇 并控制了与中国的重要贸易路线 以及北部地区的5个边境贸易口岸 随着整体形势基本明朗 现实中还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 国敢地区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势存在 第二 被通缉人员及涉及电炸等犯罪的人员能否及时遣送给中方 第三 免昂来是否能与三兄弟联盟达成自治权的协议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 目前缅甸内部因为战乱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流离市所 中缅等贸易通道也受到很大影响 中缅油气管道以及中资机构的工程项目也基本停摆 这些都急需恢复 因此 后续缅北可能存在小范围的拉锯战争 但是整体上还是会趋于和平与安稳 因为整个蓝煤合作区域太需要这样的大环境了 其实大家一直关心同盟军一个问题 那就是同盟军如果目标只有老街 就算攻下老街 后期也难以守得住 国敢老街地方太小 人口少 经济难以获得大发展 因此仅靠老街是无法长久立足的 如果能将整个缅北华人地区都拿下 那就可高枕无忧了 其实我们能够想到的 彭德人也能够想到 我们想不到的彭德人也能够想到 甚至比我们想得更全更远 先说三个地方 老街 木姐 腊虚 为什么要强调这三个地方 木姐 老街 腊虚三个重镇 只有两条公路通往腊虚 一条是木姐到腊虚 一条是老街到腊公路 而两条公路在兴威交汇合成一条公路 通往腊虚 同盟联军的战术部署是 打通木姐到兴威战线 目前在同盟联军往东方向以攻取南砍 棒赛 蒙古浙线战线往南方向以攻取桂砍 南渡镇 南散镇等重要据点 而木姐与南渡镇的经济意义非常重要 木姐是中缅边境贸易的主要口岸 中缅边境贸易的70%以上的交易量 在这里完成 是缅军重要的输血口岸 木姐口岸地区联军已拿下105码地区 缅军增派大量武器援兵到木姐增援 战是非常激烈胶着 在三地中心的大猛仪 在昨天也已被德昂军拿下 南渡镇则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缅甸乃至亚洲探明储量最大的金属矿区 包德温矿区该矿区运藏有银 铅 铅 链合金等金属 矿产资源量推断为7690万吨 该矿带向北延伸到中国云南省 向南延伸到泰国 全长2000多公里 12月25号 德昂军开始进攻南渡镇 12月28号1点30分左右 仅三天时间就宣布完全控制南渡镇 二 打通老街到兴威战线 老街前蜡虚方向的滚弄地区也被攻破 往下就无险可守 直下兴威兵逼蜡虚 至此联军已完成对蜡虚的合围 双方决战就在这几天时间 缅军紧急调集大量士兵武器增援蜡虚 其实就在同盟军与缅军进行第一次和谈的时候 明莱就亲自去访问蜡虚 显示出他对蜡虚的重视程度 蜡虚有人口超过80万的庞大汉族华人 对联军而言非常重要 要想完成华人自治帮的战略构想 蜡虚是非取不可的 蜡虚与穆杰 老街连成一片 整个缅北地区 华人将纳入华人自治帮范围 同时蜡虚也是前往夏缅甸的重要门户城镇 可作为抵挡缅军的重要根据地 据专家分析 一旦联军完队蜡虚的夺取 就具备了与缅军角落天下的资本 那时缅甸就会一分为二 北缅甸由华人汉族高度自治 南缅甸由缅族自治 如此 华人自治帮在经济上有木杰 帮赛 蒙古等重要口岸 以及南渡镇金矿 在人口上就有上百万的片区 经济及人口一旦具备 那么同盟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就具备于缅军抗衡的资本了 关于12月25号 缅军对老街居民区 实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 由中国人伤亡事件实锤 12月25号下午 缅军突然对老街东城区 进行空袭 并制造成大批建筑毁坏 以及大量无辜百姓伤亡 即当时就传出 有数名中国人伤亡的消息 如今这一消息已被证实 据报道 本次缅军空袭的是 百姓居民区 并非战区 因此有人认为 缅军此次空袭居民区 是犯下的战争罪 应该追究其犯下的罪责 此事也称为12-25事件 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现场非常惨烈 事件发生后 同盟军第一时间组织救援 尽最大力量 挽救更多五股百姓的生命财产 尽管如此 很多百姓都失去了生命 因同盟军攻克老街 缅军在战事上连连实力 眼见老街已落入同盟军手中 于是缅军心生报复 不断地对老街居民区进行轰炸 企图给老街的百姓制造恐慌 这一行为是不得人心的 也充分证明了 在缅军治下 当地百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此次事件更是加大了 百姓对缅军的不满 自古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缅军如此行为 表明其在老街统治的气数已尽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